父親節前夕民眾趁空檔 選購禮物給爸爸 東看看西比較 還直接臉上筆畫筆畫 最終選擇答案很一致 幾乎都買了電弧刀 就是父親節前 就是優惠都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想要來買電弧刀這樣 因為電弧刀 就是爸爸每天都可以用到 爸爸比較多鬍子 就是比較容易用到 那還在想 因為按摩椅比較佔空間 對 所以在考慮 可能會買刮鬍刀 根據3C通路統計 7月以來電弧刀銷量 比其他月份成長了2到3倍 而且高達85%的銷量 就集中在這一個月 送禮需求預算抓得高 讓萬元以上的高階機種 買氣逆勢看漲 像是銀波牙刷 清清機 都蠻多人看的 但是還是以電弧刀為主 因為父親節都是 電弧刀銷售的大檔企業 四個人有八個左右 是來問刮鬍刀的 大概八成消費者 都來詢問電弧刀的資訊 跟其他品項的銷量佔比 附金錢前夕 更是高達了40% 也難怪業者抓緊時機 推新機種與促銷優惠 希望衝高年度買氣 記者楊中盛章魚 踏不倒